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感真的是很精致 让看了人像是在看一幅精美的画作一样 连绵的高山神秘的天宫绝美的风景 在这部电视剧中 都是一一呈现给大家 这真的是一部非常良心的剧 在剧中两位主演邓伦 跟杨子的演技也是非常的在线的 将那种爱恨情求演绎的事淋漓尽致 对于在剧中很深情的两个人 在戏外会不会有感情呢 当时就有记者问到邓伦对于杨子 你是什么感情 邓伦只说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香蜜花絮 邓伦片场首度被问及对杨子的感情 他只说了四个字 邓伦在片场说道 自己跟杨子在一起拍戏的时候 是在18岁那时候 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 这一次到香蜜沉沉进入双 两个人多年之后再度合作 这一次两个人也是在片场一起奋斗了四个多月 这一次的感情也是很深厚的 所以被问及对杨子的感情的时候 邓伦说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是很感激他 这四个字表达了自己对杨子的感情 香蜜花絮 邓伦片场首度被问及对杨子感情 他只说了四个字 邓伦说自己为什么要感激杨子呢 因为这是第一次拍悬换古装剧 自己难免很多的地方都是不动的 尤其他对着绿布演戏真的是很难的 因为要全靠自己去想象 这一点对于邓伦来说是有点难的 邓伦说多亏了杨子 一直在不断地叫他经常跟他一起讨论 这么才能去演好 这让他成长了很多 所以这是真的很感谢杨子的 这是他自己的心里话 这也是真的感情 最后大家看完这篇文章 大家有上面想说的吗 欢迎大家在底下点赞留言评论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